公元前202年,长安城的皇宫中,此时的刘邦正在和朝臣们商讨事情,在商量完既定事宜后,刘邦突然问道,诸位,燕王赃徒反叛贝诸,现在燕王之位空缺,你们觉得谁适合担任燕王? 陛下,臣以为,将侯周伯,战功赫赫,可以做燕王 一个大臣答道,他刚说完话,身边的同僚突然踢了他一下,小生说道,别犯傻,你以为陛下真的是在询问我们? 他早就有众议的人选了,只不过不方便说,希望有个人替他说出来罢了 那大臣急忙小生问道,兄弟,你可要帮帮我,陛下到底众议谁啊? 同僚答道,还用问?也不看看谁和陛下最亲近?当然是太为卢婉了 大臣急忙谢道,大恩不言谢,回头请你去长安城最好的酒楼吃一顿 刚说完,大臣耳边就传来刘邦的声音,不好意思,这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你刚才推荐谁,我没听清楚 大臣急忙打道,陛下,臣是说太为卢婉劳苦功高,而且他也有参与征讨赃徒的战斗,这燕王之位,让他来做最合适 他话音刚落,群臣便附和道,请陛下封太为卢婉为燕王 刘邦这才满意地说道,既然诸位都这么认为,那么就这么办好了 就这样,卢婉成为了异姓诸侯王之一的燕王,此时谁也不知道 此举反而害了卢婉,读历史,明事里,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公元前202年,长安城皇宫内,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会议正在举行 刘邦端坐在龙椅之上,身边簇拥着大臣们,他突然开口问道 诸位,燕王赃徒反叛被诸,现在燕王之位空缺,你们觉得谁适合担任燕王,一时间,会场鸦雀无声 大臣们你忘我,我忘你,谁也不敢贸然回答 毕竟,这燕王之位虽然荣耀无比,但也是祸患的根源 不少异姓诸侯王都在这个位置上丧了性命,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大胆的大臣站了出来,他说,陛下,臣以为,将侯周伯,战功赫赫,可以做燕王 话音刚落,他的同僚便踢了他一脚 小声说道,你这个傻瓜,难道看不出,陛下已经有了人选 只是想让我们替他说出来吗?快想想,谁和陛下最亲近 大臣一正,随即恍然大悟,连忙打道 大恩不言谢,回头请你去长安城最好的酒楼吃一顿 刘邦见状,故作听力不好的样子说,不好意思,这年纪大了 耳朵不好使,你刚才推荐谁? 我没听清楚,大臣急忙打道,陛下 陈氏说,太尉卢婉劳苦功高,而且他也有参与征讨赃徒的战斗 这燕王之位,让他来做最合适 群臣随即附和道,请陛下封太尉卢婉为燕王 刘邦这才满意地说,既然诸位都这么认为,那么就这么办好了 就这样,卢婉成为了异性诸侯王之一的燕王 此时谁也不知道,此举反而害了卢婉,卢婉此人,虽说功绩远不如萧何,曹参,樊快,周伯等人,就连车夫夏侯英都比他功劳大 可是架不住人家命好,是刘邦的发小 原来,卢婉和刘邦两家是邻居 而且很巧的是,二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他们出生的时候,村里的街坊都感到惊讶 纷纷送来礼物庆祝 二人,从小就一块玩耍,一块念书,感情好的和一个人一样 刘邦小时候老是闯祸,有一次吃了官司 为了暂避风头,躲到深山老林中去了 结果卢婉追随左右,经常给他送吃的,喝的 对于刘邦来说,卢婉比自己的亲兄弟还亲 因此,当他在沛县起兵后,就带上了卢婉 刘邦知道卢婉没啥本事,又担心他的安危 于是让他做自己的门客,陪伴左右 刘邦做了汉王后 封卢婉为太尉,长安侯,继续待在他身边 一直到楚汉争霸进行到尾声 大局已定的时候,刘邦打算论功行赏了 这才放卢婉出去混点军功 卢婉先是与禁赦 刘贾一同率军攻打临江王贡卫 这贡卫是项羽所封的临江王 项羽死后,剩下的诸侯王大多归附了刘邦 唯独贡予顽抗 但是贡卫实力弱小 卢婉等人率领数倍大军 轻易将其击败 几个月后,燕王赃徒反叛 刘邦亲率大军征讨 卢婉以将军的身份随军出征 也分到了一些战功 等赃徒一面 刘邦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大臣 谁适合继任燕王的位置 在大臣们的配合下,卢婉成为了新任燕王 作为刘邦的发小兼心腹 卢婉对刘邦可谓是忠心耿耿 他在当上燕王后 积极配合刘邦的行动 当时,为了抵御匈奴 刘邦任命大将陈希赞管赵 带两弟一应事宜 在楚汉争霸时期 陈希与韩信一起出生入死 相交默逆 此时的韩信已经被贬为怀音侯 出于对刘邦的不满 韩信忽有陈希反叛 陈希起兵后 刘邦点起大军征讨 卢婉也率领燕国军队一起出兵 陈希自然不是朝廷的对手 接连吃了几次败仗 无奈之下 陈希只得派人去向匈奴求援 当时的匈奴处于巅峰时期 兵强马撞 刘邦当初就被匈奴围困在白灯山 差点回不来了 卢婉得知此事后 急忙派遣一个叫张胜的门客 出使匈奴 劝说匈奴不要出兵 谁也没想到 此后发生了一系列误会 使得一切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 张胜来到匈奴后 没能见到匈奴的莫毒缠鱼 倒是遇到了另一个人 那便是前任燕王赃徒的儿子张衍 张衍对于汉朝 自然是怀恨在心的 他看出了张胜的为难 便主动开口道 你是个聪明人 对汉朝有好处的事情 对你和你的主公 不一定有好处 一旦陈希不在了 你们的下场好不了 张胜将信将一道 真的假的 你别想随便忽悠我 张衍分析道 你能得到重用 是因为你熟悉匈奴的事情 而燕王能得到重用 是因为朝廷要对付陈希 防范匈奴 一旦陈希不在了 燕王没了利用价值 下场必定和其他异性诸侯王一样 燕王都不在了 你又如何善终 张胜闻言 恍然大悟 从刘邦此前的一些行为来看 事情还真可能往这方面发展 于是他转而劝说匈奴与卢婉 陈希私下结盟 那时候信息传递很不方便 张胜做的一切 卢婉并不知道 他还以为张胜勾结匈奴谋反 于是将此事上座朝廷 请求将张胜处死 等张胜从匈奴返回 把脏眼的那通话和卢婉一说 卢婉才知道自己 错怪张胜了 对于张胜的说法 他深以为意 毕竟异性诸侯王 大多被刘邦找借口除掉了 可是此时朝廷的命令也下来了 要求处死张胜 卢婉便找了个死球 谎称是张胜 给处死了 然后张胜变成了卢婉与匈奴 陈希之间的联系人 在张胜的穿针引线之下 陈希 卢婉 匈奴之间的战斗 看上去十分激烈 其实三家损失都不大 全都是演戏给汉朝军臣看的 不过 在面对朝廷大军的时候 陈希还是连连失利 他的一些部将 成了汉朝的阶下囚 其中有人知道陈希与卢婉之间的联系 便将此事告诉了刘邦 刘邦只觉得 这是对方在离间自己和卢婉 还是陈平劝说道 陛下 想要知道此事真伪 很简单 陛下只需派人赵卢婉入宫 如果他不敢来 那么肯定心中有鬼 于是 刘邦先后派遣沈时期和赵瑶 去传达旨意 卢婉做贼心虚 便谎称生病了 无法前往长安城觐见 即使如此 刘邦依然不愿相信卢婉背叛了自己 他再等 等卢婉亲自给自己一个解释 可惜 刘邦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另一个人插手此事了 这个人便是吕后 吕后的权力欲望很强 从楚汉争霸 后期开始 他便开始插手朝政 当时刘邦在前线和项羽硬扛 后方交给萧和和太子刘盈 刘盈性格软弱 萧和毕竟是臣子 因此很多事情实际上是吕后在做决断 等汉朝建立后 刘邦又忙着征讨异姓诸侯王 吕后趁机在朝堂中安插自己的亲信 辟阳侯沈时期便是其中之一 而且还是吕后心腹中的心腹 刘邦千不盖万不盖 最不该的 就是派沈时期去传旨召见卢婉 吕后想要得到更多的权利 就要想方设法架空刘邦 而卢婉与刘邦的关系最要好 对其最忠心 吕后自然要想方设法离间其二人 因此作为吕后心腹的沈时期 在传旨的时候 必然会吓唬卢婉 让他不敢去见刘邦 而再回去禀报刘邦的时候 他又会尽可能将卢婉描绘成一个心怀二致之人 有意思的是 沈时期还遇到了卢婉的一个门客 按照门客的说法 卢婉觉得异姓诸侯王只剩下他和长沙王吴瑞了 接下来 刘邦就要对他动刀子了 除外还说了不少对刘邦不满的话 与此同时 还有人从匈奴带来消息 声称卢婉与匈奴暗中结盟 怎么刘邦刚开始查卢婉 这些人就都跑出来了 要是说没有吕后在背后推波助澜 谁信 刘邦无奈之下 派遣大军征讨卢婉 卢婉见识不妙 直接远顿匈奴 在平定燕国后 刘邦特意下旨 燕国官吏 有610以上爵位者 加决一级 与卢婉一同逃往匈奴者 只要愿意返回 全都赦免 还加决一级 同时不要为难卢婉的亲戚 卢婉知道 刘邦还是顾念旧情 想等他气消了之后再回去请罪 可惜等到的 却是刘邦去世的消息 卢婉明白 此时他再回去 只会成为吕后案板上的肉 只得待在匈奴 至此 吕后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就在刘邦去世后的第二年 卢婉便去世了 他在临终之际 还惦记着刘邦 觉得自己愧对刘邦 他告诫子女 以后有机会 一定要重归汉朝 汉景第十期 卢婉的孙子卢他之 率领不重归赴汉朝 被封为亚古侯 也算是了却了卢婉的心愿 一段发小般的友谊 在权力的诱惑和阴谋的漩涡中 终究难逃一场惨淡的收场 卢婉虽然一度荣获燕王之位 但最终 却因种种误会和屡后的离间 而亡国流放 应运多舛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 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 我们不应该忘记初心 更不应该被私欲所蒙蔽 只有保持高尚的情操和坚定的意志 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走向光明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